我一般跟我妈妈说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已经全部都安排好了 之后我最后只需要她的肯定 让我去做就行了 今天妈妈在这里 妈妈在这里 你不同意她去 看她怎么说服 我要叫你妈妈 我们的火锅店我没有钱再雇别人了 没有关系 我已经找了我朋友来免费 而且唱歌这个事啊 我跟你讲 能当饭吃吗 你不给我试一下怎么知道不能当饭吃 你们年轻人呀就是事事事人生有几回事 所以你也应该年轻一下 妈妈 你不知道他们在国外长大孩都很独立了 我妈妈不会这样 很独立了 她不会说 我妈只会问你想清楚了吗 我说我想清楚 但妈妈有没有想到这个结果 一直上到最后总决赛 从来没有人想过 你是每次比完了会给妈妈打电话吗 不会啊 她就是每次比赛之前给我发一句 祝你好运 就比完了她说嗯 不错 没了 她妈管我也特别严厉 特别特别严厉 夸张到我睡觉的姿势 我妈都要管 我妈妈就说 哎呀你看你一个女孩子 睡觉应该侧着睡 应该靠右边就手 要搭在另外一趟上 这样才比较美 表演一下 表演一下 体力听体力 哎呀 哎呀 好尴尬 啊 没有啦 我睡觉一般喜欢 就枕头枕着我去睡了 哈哈哈哈哈哈 对啊 我头晒在枕头下面 对就因为你知道就是这样枕的时候 啊就很有安全感 而且刚好这边有空隙 你可以呼吸 哦 妈妈连这个睡觉都要管 对所以我妈妈帮我很严厉 比方说我不可以拿这外套在手上 因为我妈妈说你要不然就穿起来 你要不然就放进包包里面 你拿在手上像个二溜子一样 多打 她现在从事的是小学的教育吗 现在还在上学 就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实习 我要给你找一个很幻的 也不跟站起来 你来来来来 哇还有一个妹妹来来来 来了 哇好乖 来妹妹上来 我有一种完全被忽略 什么都长得那么像啊 双胞胎啊 就看你来哄他们了 给他们上课 我有种不想的语 不要叫他们英文啊 嗨 谢谢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那你是谁可以告诉我吗 我可不能告诉你我的名字 哈哈哈哈 哎你们两个是双胞胎吗 对啊 谁是姐姐啊 她是姐姐 哈哈 认真听哦 现在我做什么你们做什么好不好 来来来来 上前上前没关系没关系 不要害怕 那你饼干放哪 那我做什么你们做什么好不好 你要认真听哦 认真听我在拍什么 认真听哦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哇 哇 月表很好 非常好 我觉得她好乖啊 哈哈 你会讲什么英文吗 跟姐姐说 嗨 嗨 嗨 你们两个呢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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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最简单